詹姆斯最近都跟孩子在一起,除了陪伴自己的兒子打球,他還在家鄉建築了學校供當地孩子們完成學業。 或許詹姆斯正懷念那段青春時光,畢竟33歲是他無法逃避的現實,大嘴巴克利也說到了詹姆斯的痛處,他認為小皇帝的職業生涯已經處於下坡路,好萊塢巨星才是詹姆斯選擇胡人的真正目的。 不過只慘被打臉,首先,詹姆斯的身體素質易於常人,不能以普通球員的生命中心,來推斷詹姆斯的身體狀態。 剛剛結束的這個賽季,詹姆斯職業生涯首次實現了常規賽八十二場全棋,加上季后賽,搭賽季出戰超過一百場,場均出戰達到36.9分鐘,詹姆斯成了鐵人和勞模。 在沒有大傷病的情況下,這樣的狀態是可以延續的。 其次,詹姆斯的數據也呈現出逆生長的態勢,場均得到27.5分,近八個賽季以來最高。 場均籃板8.6個,平職業生涯記錄,場均助攻9.1次,創職業生涯新高,三項主要數據均超過了職業生涯平均水平。 詹姆斯的狀態並沒有受到年紀更大的影響,相反他的全面性仍在提升,對比賽的影響仍在加強。 除了身體素質和經濟狀態保持巔峰外,詹姆斯還在增加新的進攻武器。 本賽季,詹姆斯場均出手,五次三分球,命中了其中的1.8季,無論是出手術還是命中數據創下了職業生涯的新高。 這就是詹姆斯最創歲月的秘訣,這行,他不,用每球都頂著防守衝擊籃下,三分球既省力又高小,還不受速度和體能影響。 當然或許並不能代表將來,上面三點只能代表不去一個賽季,詹姆斯的狀態沒有下滑,但並不能代表下賽季。 美國同行的預測同樣會讓巴克利特化站不住腳,下坡路這個詞離詹姆斯還很遙遠。 在妹妹預測的2019三季球員德芬榜上,詹姆斯一場均29分高居第二,僅次於29.5分的濃眉哥,甚至有希望衝擊德芬王。 比德芬王更能反映球員綜合實力的是MVP,目前有兩個版本的預測, 分別是麦迪版和美國權威博彩网站Oatsher Week的版本,榜單選五人選,雖然不盡相同,榜首卻都歸屬詹姆斯,甚至在奪掛配率榜上。 胡人也可以高居前四,要知道胡人已經幾個賽季沒有打進過季后賽了,這都是詹姆斯帶來的影響。 一個走下坡路的球星,不會這樣被看好,也不會有這樣大的影響力,巴克利恐怕又要被打臉了。